摧毁一座核反应堆应该用时几分钟 1981年为了成功地摧毁伊拉克的核反应堆 以色列在这一年的6月7日下午 派出了国内最好的飞行员 驾驶着从美国购买的8架F16战斗机和6架F15战斗机 携带着炸弹组成空中突击编队 从国内的空军基地起飞 先后飞越约旦沙特两国的领空 跨越1000多公里 进入到伊拉克境内 将萨达姆辛辛苦苦经营的核反应堆移为平底 而为了躲避伊拉克的雷达探测 此次飞行的高度大多都是超低空架势 并且全程保持电子静悟 也就是整个飞行的过程中 十几架飞机完全没有通过化 除此以外为了防止约旦和沙特两个国家 拒绝以色列突击编队的经过 以色列方更是通过谎话成功地将对方忽悠至同 使自己的飞机成功地进入到伊拉克境内的上空 90分钟后 以色列的飞机顺利到达伊拉克的核反应堆上空 他们先是从超低空飞行 迅速地向上爬升 F16战机开始投弹 F15战机做好战斗准备 紧接着8架F16战机 在平均海拔1000米的高空 以每架间隔5秒的时间 一共向伊拉克的核反应堆 投下了16枚的炸弹 顿时整个核反应堆从里到外 都被毁得一干二净 而此次轰炸的过程 一共持续时间为2到3分钟 在投弹完毕后 这些战机迅速地上升至万米高空 准备返回至以色列 萨达姆的核武器之梦就此破灭 而值得一提的是 整个以色列战机的返航 都没有遭受到任何伊拉克战机 或导弹的袭击 他们成功地回到以色列的上空 若伊拉克发现后 迅速对这些战机发起袭击 那么很有可能这十几架飞机 以当时的油量 根本飞不回以色列 而以色列的这个举动 更是直接便宜了后来的美国 2003年美国公然以萨达姆 私自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 入侵伊拉克虽然最后什么也没找到